今天去到这个圣母慕典之心的纪念日 昨天庆祝了耶稣致圣圣心 今天庆祝圣母慕典之心 其实我们发觉很多圣母的节日 都和耶稣的我们特别的庆祝是黏着的 耶稣是诞生 然后一个礼拜圣母就庆祝天主之母 耶稣圣心就配着圣母圣心 之前就是这个圣神光临 耶稣和父亲的许禄 之后就黏着圣母在这个教会之母 9月14日耶稣十字架的受高举 接着那天就是痛苦之母 给我们看到两个在九恩史里面的位置 一个是创造主 一个是受造物 但是两个没有间断的合作 圣母给我们看到人和天主的合作 那方面从人的角度的回应 当然圣母有这个座右就是免除了这个圆罪 但是我们在圣德之中 在这个圣事之中 在这个特别是日复一日的圣体圣事 和告解圣事之中 这个在这个天主的恩典之中 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个进入同一个能力 同一个能力 圣母是特恩中有自然内在的一个自由 我们透过勉力和圣神合作 可以进入同一个恩赐 这个我们可以很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让我们看到圣母是天主的所谓extra something 需不需要圣母加下去 不需要的 可能真的不需要 耶稣已经是天主和人的完美的结合 但是天主明白的 耶稣始终都不是完全静静单单的人 所以他加了一个extra something 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完全的人 是回复人在圣罪之前的自由 可以让我们看到应该是这样的 是这样克圣我们的欲圣 魔鬼和世界的谎言 然后怎么样完美地回应耶稣的召唤 完美地与天主所赐的圣神合作 完美地做阿爸父的子女 这个是天主的extra something 圣母无点之心都是一个extra something 就是超越了基本需要 我们不应该鄙视 不应该去逃避 不应该害怕 父母 我们自己的父母 就是那个慷慨 大方 那个超越 那个基本需要 其实是表露那种爱 那种泛滥 爱就是这样的 爱就是不越落于紧紧救 超越满足的 耶稣也多次说了 例如要封城我们的生命 不单止是足够 而是超越 overflowing 炼安呆耀 路加苏所说炼安呆耀 是堵在我们的室上 是将重重的恩宠 超越我们 够用的 去给我们 圣母的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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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很多人都对圣母的敬礼 如果有差不多的 都会认识了 花地玛的圣母很多的说话 其实花地玛也不是第一次说的 说这个无点之心 到最后那个无点之心会胜利 The triumph of the macular heart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句话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圣母的圣经说的 在这个1600年代 这个17世纪的时候 在这个南美 阿葛多尔这个首都 Kito 对一个修院 这个assumptionist的圆长 这个Marianna de Jesus de Doris 对她说的 她是一个incorrupt 没有扑扭 但是未封盛的一个圣者 对她多次显示 她多次显示 和给她很多的讯息 她邀请她在17世纪的时候 邀请她做20世纪教会 特别是修院 会面对种种魔鬼的攻击里面的丑闻里面的腐朽 为她们做这个victim soul 为她们做牺牲 她曾经两次看到 将会在20世纪 特别在各大修院里面 和神父主教会经历的丑闻 和腐败 而震慑到她死了 第二次发生的时候 她死了三天 然后天主再复兴回去 在当中她和她 讲述了很多将会发生的事 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生的事 全部都映染了 全部都映染了 但是圣母让她看这么多恐怖的事 我们现在慢慢都知道很多了 很多的丑闻 神父修女里面的很多的搞到乱劳 在很多地方不跟这个教理 越来越liberal 对LGBTQ开放了 甚至有些的神职人员 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破坏 误道、scandal 跟着圣母最后一个讯息给她说 但是最后不用怕 不用怕 忠信于这个讯息的 忠信于她回应福音的 到最后我的梅段性心会胜利 这个是早了花田牙接近三百年 我们当然知道 花田牙在1917年的时候 对小朋友的三个目童的说话里面 最后也都说了 世界会面临很多这些挫败 很多人会落地獄 很多国家甚至会被毁灭 很多生灵涂炭 但是如果我们做Penance 做Pe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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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圣体的尊敬 所谓Eucharistic Reparation 圣母要请我们 是透过真正很好的准备 离撒情很好的准备 用个心去渴求 这个是 离撒是进入天堂 而离撒不是一个仪式 离撒是一场战事 我们进入离撒是打圣仗 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胜了 但是今天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和我们心里面所包容的 我们的家里 我们的堂区 我们的教区 我们的国家所住之处 我们进入离撒是邀请着 耶稣十字架的胜利 这个不单只是对罪的胜利 而是对魔鬼的胜利 对一切死亡的阴影的胜利 我们在这里狠求哭求 和喜悦地拥抱这个胜利 进入现在这个时空之中 我们作为基督的施制 我们将这个世界一切 邪恶中受创的 邪恶中被捆绑的人 带入这个祭台那里 然后将十字架的胜利 去付资于这些一切 我们心里面包容的人 这个是打仗 圣母就是说 你要进入去这个 战士的胜利之中 在当中做宝宿 我们不是要做50个percent 不用做70个percent 不是做90个percent 不是做98个percent 去完全活 耶稣的吩咐的人 我们要做100个percent 因为这个胜利是真实的 这个胜利不是一个建议 也是唯一的生路 圣母要我们将全世界带入祭台那里 以后作为天主的追随者 将他十字架上的胜利 在邻撒中 圣体圣血的领受 这个生命的清洗 我们的死亡 将他带回到全世界 所以去彌撒之前 我们要做很大的准备 圣母圣心 无点之心 如何胜利 我们要明白到 我们的工具在哪里 我们打仗的工具在哪里 最有力的 最厉害的武器 就是在彌撒圣祭 其次就是玫瑰 玫瑰念珠 在彌撒圣祭那里 我们要好好地准备 在密主哥耶 在很多圣母的显示地方 路德、帕迪玛 去彌撒前 我们会做很长的祈祷 会做准备祈祷 因为主哥是一个小时的祈祷 不是念口网的玫瑰经 而是深层的进入 一个小时的机会去听告解 一个小时的机会去念玫瑰经 一个小时之内有圣母的显然 领了彌撒 叫我们不要走跌 用个心去进入去 当中那些神事者说 每一天他们见完圣母 见完天堂之后 他们是要一段时间 去出回来 他们说 神事看到天堂 但是我们最后彌撒 我们的心里面的眼睛 要看到我们是进入了天堂 彌撒是进入天堂 彌撒不是听讲道 彌撒甚至不是领性体 彌撒是进入天堂 彌撒是耶稣的 我們那個心去進去 我們會相信我們會經歷到 這個是真主之處 我們會更加能夠去沉聚於 我們見到眼前的是真天主 祂真的來了我們當中 祂真的跟我們在一起 祂真的要進入我們生命之中 我們堪當令聖體準備好 辦好告解的 我們真真被天主由內至外改造 我們不是隨便進去拿聖體 隨便進去參與一個禮儀 而是我們要完全百分百地 將自己交出 因為耶穌都是百分百 完全將自己交出給我們 這個是生命的交換 我們經歷不了 看不到 感覺不到 因為我們沒有準備過 我們沒有意欲過 我們也沒有決定過 要完全交出 所以彌撒的準備很重要 彌撒的準備很重要 彌撒的意願在當中做什麼 很重要 我們不是去拿東西 而是去完全地降伏 因為核心在彌撒裡面 就是耶穌完全地為降伏 為降伏祂的阿爸父 將祂完全交給我們 百分百無保留 他自己給我們 我付樓的給他 一個交換 我的被釘在十字架上 他的十字架上 他的勝利代替了我 無奠之心的勝利 由這裡開始 將我的死亡 將世界的死亡 釘在十字架上 耶穌將這勝利 取締 換了一個新血 就像一個人的生命 去到心臟那裡 死的是舊的血 更新 將他賜給生命 給整個身體 我們不是在做這件事 某種程度上 我們就變成了血癌 拿不到新的生命 拿不到氧氣 不願意 不易欲 那我們有什麼生氣 帶去整個身體 那就是死的血細胞 無奸之心 就是邀請我們 做他的學校 聖母的學校是什麼 就是如他一樣 站穩 在十字架下 在制台旁 去盡我們所能 去吸取這個生命 去替換這個世界的死亡 和腐朽 這個不僅是神父做 不僅是聖母 聖人做 我們每個人都要做 整個身體所有 每一個細胞都要做 第二 梅田聖心 最大的給我們的武器 就是玫瑰經 不是死固固地唸 一百五十個聖母經 一串、一串、一串地唸 也是當中的奧積 和聖母一起去進入去 那個奧積之中 重複的討文 就是幫助我們 那個腦不要想其他事情 但是要專注這個奧積 這個奧積 我們是有幾進入到福音的故事 有幾進入到耶穌的恩賜 有幾進入到耶穌的生命裡 他那33年 彰顯了給我們 圓滿回應主阿爸父的人性 是怎樣的 我們的生命 要遵循哪個老鄉 在玫瑰經中全都尋了 全都尋了 這個是喜錄 聖母也在民主教人的信息 跟我們講 祈禱、祈禱、祈禱 祈禱是怎樣的? 祈禱變成一種喜樂 我祈禱怎麼會喜樂呢? 因為如果想著做祈禱 是不會喜樂的 是變成一份沉重的、繁瑣的 透支我們體力 耗盡我們時間的一個工作 一個牢碌 祈禱不是這樣 祈禱是看著我們的對象 一次一次看到祂多完全地 去交祂自己給我 祈禱就是說 感謝你、多謝你 我收下 我交下我自己 而在這個關係上 選擇去相信、去接納 和喝求 一個聆聽當中 是會有一份說不出的 隱藏的平安 聖母即使不明白 我們看到福音的故事 去反覆思索 是一個祈禱 思索也是一個祈禱 我不明白 但是不明白的東西 我們不下判斷 我們反覆思索 而為什麼要反覆思索? 因為要需要時間 我們正明白天主的奧跡 我們這一刻 我們的腦子 裝不住 人生會住到很多東西 我們此一刻不明白 但是 在人的一生裏 我們慢慢會看到 不要太快去下半段 太快去反應 太快去反撲 對於天主 似乎沒有做到 沒有靈定到的 反覆思索 因為天主 也都同時 我們知道看到 特別在黎薩聖祭 和很多其他 我們今天 仍然可以做到的事情當中 天主給了我們 很多其他的祝福 不要因為 小小我得不到的東西 未見到的東西 而否定了其他所有好的東西 今天我有生命 我仍然可以選擇 我仍然可以 有一些事情 我可以有能力做 可以做得很好 甚至很喜樂地 幫到別人的 這些 只是大部分 天主將來 仍然提醒我們的空間 所以今天我們 感謝 天主給我們 那個extra something 聖母 聖母的忠信 聖母的括出去 聖母的 義無反顧 聖母 因此 而與耶穌的 心連心 這個 不是 單單聖母的特恩 而是 我們 入父一日 藉著聖母的輔助 就是進入去 天主給的聖事 特別是 尼莎聖祭 告解聖事之中 我們可以 進入去 更進入去 這個與主的心連心 而我們 亦都要回應 聖母的邀請 祈禱 用心祈禱 用心參與離失 用心每天 看多少少少 認知多少少 誠言 用心 去齋禱 用心 去勤辦告解 謝謝